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升了一大档次 大家都知道R9基本上是R7、R8、R9 包括R6、R0 这些都是奠定Gibson的历史元年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对于喜欢Gibson的朋友来说 有一把R9或有一把R8、R系列的琴 是基本上终极目标吧 说一说 然后包括它再往上面有CC系列 然后还有大师復刻 很多像Tom Morphe做的那些 都是基于R9这个原型开始的 所以说R9也是在1959年诞生以后 很多大牌也用 包括金配置 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金配置 还有像克莱普顿 克莱普顿 就是谈泪洒天堂的老爷子 然后包括很多slash 比如说slash 虽然slash最早 它没有钱买一把R9 而它是买的是一把假琴 假Fan Gibson那样子 当然它是经过自己努力约队非常厉害 所以Gibson给他去做做他的复刻 他那把琴 复刻那把假琴 是这样 就是一个明星嘛 当有一天比如说您练 练的特别特别强的时候 Gibson会主动找到你 所以我们要加油好好练琴 好吧 本期呢 那我们看再回到这把琴上嘛 这个就是R9的一个限量版的巴西玫瑰木之板琴 巴西玫瑰木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比真的比较少啊 它的音色也特别独特 也超级的奢侈的木材 我们这回有两把琴 这是绿柠檬 绿柠檬呢 就是也是卖的很多的 也是超经典的 不管在美国也好 在全球市场都是绿柠檬颜色超级好的 豪华的一款琴 也是值得绝对值得收藏的 这个琴呢 我们简单讲一下的标准的一个琴头 标准的Gibson的琴头 然后它是有15度的羊角这个琴头 然后呢就是古质的琴枕 然后巴西玫瑰木之板 它这是59是C型的啊 C有一个中号的中号C型的一个那个琴镜 也是桃花琴木的 用的试音器呢 用是超级经典了啊 Custom Barker的一个试音器 这试音器呢 我们就是简称PAF PAF就是经典复刻 它不可能像元年一样复刻 元年1959年那种元年那么贵的琴的 一模样音色 但是它是真是超级的 能Gibson还原它的经典的音色 然后里面用的是大黄蜂的 经典大黄蜂的电容器啊 电容 这个系统呢 这个是叫ABR-1的一个 那个一个 怎么说 琴枭 也是超级经典的 然后牛指三接技术 非常棒啊 非常棒的琴 非常经典 我们今天听下它的声音吧 听下我们的R9 巴西梅 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好的 我们现在讲一下 Gibson的这个三档开关以后 还有集四个钮的音色控制 很多人也问我 好 还就是每次跟我们来 过来买Gibson朋友说 你给我讲一下 我当然不停的给大家讲 我希望大家看个多看我们这个视频啊 简单就讲一下啊 不到下面挡的时候 这个琴桥使用器和这两个钮 音量和音色钮在工作 不到中间挡的时候 前面琴静和琴桥的使用器 还有四个钮同时工作 不到上面挡的时候 前面琴静使用器在工作 上面两个钮在工作 这两个钮音量和音色 如果您把这个 不到中间挡的情况下 这个钮 底下这个钮 音量关掉 上面这个钮开放的时候 这个音色是不出声的 如果您把它也打开 就会出声 出声音 如果您可以这么玩 像这样 就您得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断音开关的感觉 好吧 我们现在听一下 R9这个 这个琴的一个 基本的clean音色 是什么样 啊 Zither Harp 我们播讲中间档的音色听一下 音乐 刚刚我们用了情境的这个声音器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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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听一下大师针以后 R9是什么样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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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